你一定见过这种包装 里面有辣椒面和辣椒油 这种包装是怎么做成的呢 让我带你看一看吧 这是一台油料分离包装机 这个容器成辣椒面 里面有搅拌装置 这边的容器成辣椒油 下面连接了一台包装机 调节好参数就可以进行质带包装了 客户把物料寄过来让我们给它是机器 开机后辣椒油和辣椒面同时下料 然后再进行质带切封 分序需要包装的特数来调节机器的速度 整机304不锈钢材质符合生产要求 餐饮企业用它做调味料包装 干净卫生热顺人工 除了辣椒油 像香菇酱 豆腐酱 花生酱等调味料 散开机器的投资机器 冷却下来